现场来自骨伤科 心血管科 内分泌科等领域的两岸中医师为社区居民把脉见诊 针对不同症状和情况 提供中医治疗方案 中药条理建议 并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 中医理疗科的医师们还为居民免费提供温通刮痧 耳穴埋痘等中医护理服务 不少居民一早就赶来咨询 他们表示 在家门口就能和专家面对面 太方便了 直接到社区来又方便又快捷 最近膝盖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就想说请他们帮我看一下 然后我再决定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感觉挺好 医生讲得很细致 也讲得很清楚 在疫诊过程中 两岸中医专家们还抽空交流了经验 相互取经 共化中医药文化传承 台湾的跟大陆的医师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的经验 中医必须要深入民间 深入我们的社区 越来越重视我们的这个中医的文化传承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去推广中医 增进我们两岸医师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同时也可以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服务 多患者来是问我们关于他这个血压的问题 睡眠的问题 血脂的问题 他们就是求助于中医中药的治疗的 我也看到确实我们人民大众对我们这个中医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端午将至 厦门市中医院还特别准备了防疫香囊 现场免费发放 端午我们也是要避五毒的 那我们这个香囊它就是一个避讳的作用 它可以起到避五毒的作用 可以把身上旁边这些 我们认为有一些污秽之气 对我们人体有影响的 可以给它避开 可以给它避开